云南发现头顶双舌头飞蛾 舌面鹅深面目吓人 赤斩就足足有23.5厘米 这究竟是何物种呢 我们经常在夜晚的灯光下看到飞蛾 而鹅类的类型有很多 仔细观察的话 你会发现它们在外形上也有很大的区别 前段时间 在云南无量山自然保护区内 工作人员发现了一种长相非常吓人的巨型鹅 明明是鹅类 它却长着舌头 这种长相可怕的生物究竟是什么呢 自然界中长相奇怪的巨鹅并不少见 但这次在云南发现的这只东青大残鹅 可以说是鹅类的老大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有疑问 乌旧大残鹅才是巨鹅中体型最大的 为什么又说东青大残鹅才是鹅类的老大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东青大残鹅的长相 在云南发现的这只东青大残鹅 赤斩能达到23.5厘米 这种巨型鹅的赤斩完全能达到28厘米 东青大残鹅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舌头 它的前翅翅肩上长着蛇一样的花纹 前端还有一对圆形的黑色眼带 身体的颜色十分华丽 中间还有银杏叶片一样的斑块 这样的身体构造让它远远看上去就像是双头蛇一样 曾经有位博主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和东青大残鹅的合照 在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只巨鹅几乎覆盖了它的整张脸 目前来看 东青大残鹅主要分布在我国的南部地区 在东南亚一带也有分布 数量不算稀少 如果大家在野外看到了也不要近距离观察 第一次见到东青大残鹅可能会被它的长相吓到 头顶双舌头 蛇面鹅身的巨型鹅现身云南 它为何被叫做鹅老大呢 它是否具有毒性 东青大残鹅虽然是一种巨鹅 但它的幼虫只是比普通的鹅类大一点 平时也只是吃一些植物叶片 全身呈现白色 具有黑色条纹 长大之后的东青大残鹅口部器官脱落 无法进食 是没有毒性的 不仅如此 东青大残鹅的成虫体内含有多种维生素以及蛋白质 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东青大残鹅虽然是一种巨鹅 但它的体型还是比不上乌旧大残鹅 乌旧大残鹅是公认的全球最巨大的鹅 既然没有毒性 体型也比不上乌旧大残鹅 东青大残鹅为何被叫做鹅老大呢 其实这只是每个人看待它的角度不一样 东青大残鹅的翅膀面积非常大 如果按照面积来看的话 全球没有任何昆虫能比得上东青大残鹅 从一展方面来看 即使是全球最大的乌旧大残鹅 也没有强灰业鹅的一展大 人们从不同角度为这些巨鹅赋予了不同的名号 没有绝对性 因此即使是屈居第二的东青大残鹅 也有人将它称为鹅老大 其实云南地区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东青大残鹅 云南的高黎贡山也曾出现过这种巨型鹅 当时也曾引发人们热议 近年来随着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越来越强 对动物的了解也越来越多 东青大残鹅这种罕见的动物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中 东青大残鹅头顶双舌头 这样的舌头对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存在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自然界中有很多巨鹅都长着这样的舌头 经过长期的演变 舌头也越来越明显 看起来非常逼真 第一次见到东青大残鹅的人可能以为它是真的舌 其实专家们对这种现象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 这是因为它们的数量实在是过于稀少 科学家们对它的研究有限 从生物演化规律来看 这样的外形特征可能是为了回避烈士者 在隐藏自己的同时也可以下退天敌 让敌人自行离去 不只是东青大残鹅有这样的外形特征 与它相似的巫旧大残鹅也有着这样的舌头 在外形上 东青大残鹅和巫旧大残鹅其实是十分相似的 很多人都看不出二者的区别 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 它们前翅翅间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巫旧大残鹅的身体颜色会更艳灵 除了以上两种巨鹅之外 脚搬出残鹅 王室出残鹅等等都长着相似的舌头 它们的体型较小 身体颜色也没有那么艳灵 整体呈现绿色 双舌头也成为标志性特征 这次在云南无量山发现的东青大残鹅其实是偶然事件 当时工作人员正在迁徙鸟环制 无意间发现了这种长相恐怖且十分少见的东青大残鹅 先前都是在高黎贡山等比较著名的自然保护区内才能看到它的身影 这就说明东青大残鹅的种群数量越来越多 分布也更加广泛 我国的自然环境也在逐渐好转 相信在未来 越来越多的珍稀物种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值得一提的是 东青大残鹅是三有保护动物 如果在野外遇到的话千万不能随意捕捉 否则会受到相应的处罚